汽車領主件不要看台灣台灣這個汽車本身的市場大概45萬那樣上下了 但是我們領主件的外銷 所以是主要的一個汽車產業的成分喔 那很多是銷往哪裡 銷往中國大陸 或是跟中國大陸的廠商進行某一程度的合作 那如果說領主件這一塊 他開始對你設限 開始對你科技高關稅 這對台灣的業者來說是很大的衝擊 特別是你像汽車業 現在中國大陸是一個起飛中的市場 他的產量一年的大概2000萬的內需喔 不管他的外銷還不計喔 他現在在電動車的外銷 就是全球排名第1第2 過去台商在這邊有很多的單子 現在電動車的他的前面前台的部分 很多的這個零件 螢幕 甚至駕駛系統 那個什麼Level 2 Level 3 這種擋地系統 很多都是台灣的這種資訊產業 一起去整合開發出來的 越來越往你一槍斃命的地方的時候 他更會擔心說 我們未來兩岸政策要怎麼辦